是在2009年在反贪屋法令底下所成立的 那么接近现在呢是接近十年的时间 那么当然我们要检视的是 到底反贪屋员会有没有真的是非常的有效 在打击贪屋上是不是真的是很够有效 那么我就看到呢 所以最近呢在这次的国会里面 我们就向首相署提成了一道问题 我们想要知道 从2013年14、15、16到2017年 也就是今年为止 每一年反贪屋员会一共把多少个贪屋的案件带上法庭 那么在这些案件里面又有多少个案件呢 多少个案件是被定罪名成立的 可是很让人遗憾的是呢 我们的首相署部长Dr. Polo 他并没有给予我们每一年个别的数据 他只是给予我们从2013年到2017年9月的一个数目罢了 而这个数目就显示说在2013年到2017年9月这段时间里面 一共有1229个案件被带上法庭 那么当中有838个案件是被成功定罪 换言之呢 定罪率是维持在呢 就是大概是在68%左右 可是呢 正好我手上有另外一个答案 是2013年也是由首相署部长Polo所提供的 而这份数据里面呢 就显示同样是一个五年的时间 也就是从2009年到2013年的时间为 当时被带上去法庭的案件 贪污的案件是高达1845宗 对比起近五年的1229宗 很明显我们这五年所替代到法庭的案件减少了 那么不只是这样呢 在2009年到2013年这1845宗案件里面 有1395宗是被定罪 被罪名成立的 那么换言之 当时的这个定罪率是高达76个% 那么对比起现在的68%的定罪率 很明显 我觉得说是五年以来 反弹委员会的这个表现没有进步 反而是已经是在倒退了 所以我们当然这就让我联想到 在今年五月的时候 我们的反弹委员会主席 Dato Zuclefi Ahmad 他其实曾经承诺 就是会在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个重大的案件 会被带上去法庭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到底我们的反弹委员会 是不是真的有在加强他们在诉谈这方面的力度 因为如果从数据看来的话 这五年反弹委员会的表现 其实是变差而不是变好的 所以我就希望说 反弹委员会必须在这方面 在打击贪污这方面 树立起他们的公信力 那么特别是 如果像他们前几天所表示的 反弹委员会不打算去查完NDB 那么我觉得 如果对于一个国际文明的一个丑闻 他们始终是自身度外的话 那么我觉得人民对他的信心和他的公信力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是会变的 因为说就好像他09年到13年 他是1840年 然后13年到17年 就只剩下签了一个案 能不能说其实是因为他们早年这样子 就很很激励的这样去诉谈 所以接下来的五年 那个案就没有这样多 第一呢我觉得从人民的感官上 我们并不觉得一个五年 就是这次进来的这五年贪污 问题有被减缓 这是其一 其二呢就是说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而且事实上 到最近为止 就是最近这几个月以来 我们其实还是会听到 很high profile的一些case的 然后我们也没有真的看到说 这个总继察室的报告 有看到说有更多的 这个公家的钱被节省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 当然可以是多少个客人 只被带去法庭是一回事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定罪的有多少 因为如果你的定罪力降低 它没有提升 它也或者没有维持 它是降低的话 那么对我来讲 那么你这个案子 就算是你调查了之后 也可能是最到最后呢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成果 所以我是不觉得 我们过去五年 大家管官上会觉得 马来西亚变得比较连结了 当然我也希望是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人民一般的感官 或者说是国际透明组织的 这个报告 我并不觉得我们在过去的五年 真的是马来西亚已经 是摆脱了贪污 或者贪污问题 已经被很大幅度的来去解决 所以才会导致说 这个被提供的案子被减少 OK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我那你也可以跟人家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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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